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天有來和大家一起在網上探討 一些香港近來發生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就是 不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評香港出現的問題 以及我最希望和大家可以深入分析一下問題的根源 從而可以找到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案 其實我們今天有好幾個問題 因為在過去一個星期左右 很多事都發生了 我們會先講講 我們知道龔如心女士最近過身 可能是一個全世界最富有的女士 因為她的公司就不是上市 所以她真正的價值是不太知道的 但很多人都認為她身價是數以百億到千億這樣看的 但你看到很可惜她一波一波一波 和一個官司的問題糾纏了很多年 最終她自己因為有癌症就過了身 大家可能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聽到或者見到 不論你有多少錢也好 最終你沒有健康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那好了 大家到底她過了身之後 也都引起一些問題 就是她那個所謂她那個家產 即是會怎樣去分配呢 也都有人預測將來會有一些很大的官司會出現 那就是 龔如心過了身的時候 很多評論 或者很多人都說 即是她和王德輝 即是 即是 兩夫妻 是的 兩夫妻都是 很省家 嗯 其實省自己就不要緊 不過省人 就是 我聽很多西宿伯說 以前 就是 她 她是地產起家的 是嗎 是的 蓋房子 但是 就是 經常不出糧 還有很多黑購 所以很多人都對她們 就是 很不滿 很多這些 就是說 傳媒也有很多這些說 是 好像一齣電視片 是嗎 是的 成龍 警察的故事 其實就是講這個 反應這個 是的 她 她老公被人綁 綁了兩次 第一次 走得掉 第二次 第二次 即是 即是 現在法庭就判了 即是怎樣 那個 那個 她是 法律上是屬於死亡 雖然找不到 這個 裁定 裁定死亡 這樣 那 她 她今天 出了 在那些 報紙 出了一段 那些 庫文 但是她都下了她 王德輝的名字 嗯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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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我自己有些個人看法 即是 跟我家中打了 好像都十年了 好像 十年官司 好像有些報道說是九年 那 為了那幾百億來打 其實 如果你是有錢上到 已經是億億聲的 我想 後面那 後 再後面那些億 是不是這麼有意義呢 還有 我真的不多過 她有做善事 即是 可能近這幾年 看回 最近的報紙說她有做 但是好像近這 近這幾年的事 那 但是她做的那些 都是 捐贈大陸 那些 不是沒有幫助 不過 都是解決不了 即是我們 是Better Hong Kong 即是香港出路所說的 那種項目 就不是 即是 見到窮 就捐錢 沒有書讀 就捐書 沒有桌椅 沒有筆 就捐這些 沒有學校 就捐學校 就去解決 其實 即是 如果真的有幾百億的 我想 如果真的運用得好 真的可以造福 不只是我們祖國 全球人類都可以造福 那 那 Josie又怎樣看 我覺得 這個個案 就是很能夠 啟發我們 做人的時候 怎樣 去 積累財富 積累到財富之後 你怎樣運用 因為中國傳統 有很好的智慧 對這個 傳統來說 中國人 就是 不會著重商人 時龍工商 商人是最低的地位 傳統就是 尊重那些 有德行 有學問的 有孔子 那些 你看見那些 孔子那些 後代 幾十世代以後 都更有十分專輯 中國人 通常富不过三代 一代 兩代 第三代 是多次薄 如果是有錢 但 如今清朝時 真國人 他不是很有錢 但是 九代的 子孫 都是做大官 因为书康世代,他们着重知识的积累,不太着重财富的积累 因为传统的中国人的智慧都知道有财富就一定有麻烦 例如最多人知道的一句话就是陆荃一定是被羊陀和秦阳所夹的 陆荃就是一个财星 羊陀、秦阳和陀螺就是两个财星 当你有钱的时候,你有钱之前一定有麻烦 有钱之后一定有麻烦 所以传统来说,中国人不是很重视有钱的人 而且有钱是最近公义革命之后才多了 以前是很少的 就算像清朝当时帮左宗棠打仗那个胡雪岩 因为他捐了很多钱出来买了些官组 他自己都是享了半世,后来是破产收场 所以这个个案我相信是很好地告诉我们 好了,积聚财富也是没有合肥 好像我很省的,我投资很厉害的 我积聚财富 好了,积聚财富之后又怎样呢 中国人的智慧就是告诉我们 一定要将这些财富化为另一样东西 金一定要化为水 水是否是智慧 一定要将那些钱化为教育 第二个地方不说了 就是说加拿大 加拿大现在是开赌的 英文哥说是很多赌场 合法的? 合法的,最近几年 很多人打赌都是华人 而且做赌场的可观 大部分都是中国去的新移民 当地的那些鬼仔鬼妹是不做可观的 那些做什么呢? 比如你卖小食的那些 餐厅里面的那些 买的那些售货园那些 他们也做 但是做可观的那麽大压 那麽多钱过手那些 他们不喜欢做 派钱的人? 派钱的人不喜欢做 派牌那些 一定是那些大陆的移民 新移民做的 是 已经成为差不多一个传统 那是否因为老板是中国人 所以他请的那些 不是 因为他们就是肯做 不怕这些压力 而且大部分那些 倒派是唐人 那你懂得说唐话 那他便很容易就请你 那你请开一个 那他又介绍一个 介绍一个 就成为差不多一个传统 好了 加拿大开赌 亦赚了很多钱 那当地的政府 将这些钱 是拨去医疗 主要是拨去医疗 还有医疗 还有教育 就不会说 好像澳门那样 搞到 每个人都想着去做可观 是不读书的 不会的 所以 就是 又说起另外一样 就是 赚钱 很多方法 但是千万不要用黄岛 去读 因为 对那些后代的和害是很大的 嗯嗯 比如说你在澳门 没有人有心思读书的 虽然澳门的人官收入 超过了香港 那又怎样呢 下一代是没有将来的 每个人都是没有什么教育的 中学毕业 或者没有毕业 出来做可观 因为澳门 那些人 那些一般的市民 他看见 读完大学 都是找过一万几千 我做可观 三多个月 两万 那些普通人民 是没有志气 都对了什么 我需要读 是啊 找了眼前前才是这样的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比如说你看到毒贩 总之你做黄岛 读那些 那个环境长大的子女 受的祸是很大的 嗯 那时候我们在 温哥华 初期那时候 七零年代 很多那些华探长 把那些人送去加拿大 读读 他们就 入不了UBC 那时候UBC 是很容易入 他们都入不了 就是入到Simon Fraser 好了 他们入到是不读书的 嗯嗯 那就是整班 不但玩 飞车 那样 他们出猫 整行的人 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你当那些 那些老是死的一样 对我们当时 当时的话人来说 是很实力的 他们很鄙视这些人 但没办法 他们有钱 是 他们很多时候 刺着有钱 就 就是 哈巴巴巴 他刺着 那辆车 他刺着 硬一点 他不怕的 他撞你 因为撞你 撞你 我老爸买得起 所以 所以 变成 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 那些 之类 就不会有好的 發展 是 所以 我奉献各位 有些 香港的传媒 鼓励香港政府 开赌 因为 澳门 好的发展 就是 将我们的财富 化去教育 和医疗方面 这方面 我相信 加拿大 可以 给我们做一个榜 很明显 大家 一听到 拱而心 这个 这个 经 遭遇 都觉得 钱不是一切 钱 买不到健康 钱 买不到快乐 这个 很明显的 例子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他肯 一早 跟家庸 给了一大部分的 性价 他会买到 peace and quiet 他不用打官司 只是 可以说好 我听到 我有些资料 都会发现 原来 官司的程序 很有趣 他们搞到 是all or nothing 因为有用 是没有的 其实我们 也可以看到 我们香港的 所谓法律界 法律的公义 那方面 大家很多人 都有这种 看法 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底 就是 人人平等 我们每个人 都有 采用法律的程序 但 而事实上 香港 没有哪个人 有这样的钱 是可以采用 这个法律的程序 五亿 打得五亿 五亿 李柱明 做公如心的 健康 五亿 那今天 民主党的经费 不是没有全部 没关系民主党的事 你可以这么说 他是前主席 不需要筹款 筹款 十元 二十元 一百元 十分之一 跟随了圣经的故事 不要十分一 不是 李宗明天主教徒 用回十分一 他是创党的党员 也是 为什么呢 所以 刚才说 你一有了一大笔 我想是最有钱的 政党 一有了一大笔 钱的时候 你会有麻烦 现在你一说起 李宗明有几亿 银 那些人已经帮他思考 不是 令我们知道 有很多地方可以用得好些 我还想说一样 加拿大有六四九 有些巨隔的奖金 他们做过一个很有趣的调查 中了奖的那些人 很快乐 就会有快乐 变成很不快乐 例如他有一个案例 他本来是拿中援的人 中了六四九 很多人去奉承他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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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说 我还没有中六四九之前 我还会见到我的子女 因为他们的单车烂了 他要找我帮他弄 我们在一起 但是在中六四九之下 他只是回来问我拿钱买车 买车 他就不见了 好了 跟我喝喝吃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朋友 因为我相信我一没钱 他们就不见了 他就变成一个很寂寞的人 没有人可以跟我说什么 甚至找不到人跟我说什么 我相信龚女士也有这样的遭遇 他应该是很寂寞的人 只有狗 是 常常在华贸总部顶楼 没朋友 没什么 报纸各 你想有搞什么 云外症 云外症 很难 这么多人看着 我相信这个情况 令到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其实有很多钱 其实都不是代表你真的很富裕 我们叫做Money and Wealth 我相信 钱 你有钱 一定要有个计划 将这些钱 转化为一样 你自己认为是很有用的东西 然后你才会快乐 你钱 放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你只会引起麻烦 一定不会快乐 这个世界很公道 我常常有感觉 如果我们是有个所谓智慧的神 有个慈爱的神 有个公平的神 我相信他的安排一定很公道 我觉得很公平 有时候有多少根魂有多少收获 你纵善有善果 有时候我做人都做了几十年 有时候我自己都看得到 不是说要下一世才有报应 你这么小已经很快 所以Doctor 我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我认同你初初一开始说 大把钱 理论上 应该很长命 还是超乎常人 可能传媒说 估计成一千亿 如果照常人应该长命百岁 什么都买到 最高的医疗科技 最高的医疗科技 这个是一个推测 就是静疫费 健康 假如他不打一场官司的时候 他有时间 去做一些看检 因为他打一场官司的时候 他很多时间 律师又要浸东西 他要花时间去做这样做那样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任何测试 就算他问他弟弟 他小弟是医生 因为卵巢癌 早期和中期都没有病徵 到很后期才有病徵 到你有病徵 再问他小弟 已经太迟了 还有George长 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证 最重要是打官司 那种心情 和和家人的关系 才影响很大 会形成癌症 始终都是李家翁 把手都是这件事 因此有什么不奇怪 很多人会在背后批评 有自己觉得 对自己的心情是很大的影响 所以 圣经也有说 耶稣已经说 有个寡妇去到会堂 将紧有一元扔下去 这个是最大的 这个奉献是最大的 就是说奉献的意思 不是说你奉献我多余 都不欲痛地扔出来那些 等我用完用症死了之后 用症死了之后才死 不是啊 你奉献那种 那种考验是 你感觉欲痛的 你明白吗 哇 那么辛苦 我捐了一两元出来 拿出来做福 那种感觉不是那么好受 明白吗 那种挣扎不是说不好受 就是那种挣扎 就是要你有这种挣扎 然后你过到这一关 就不是说 你有十亿 你捐九亿 你还有一亿 你可能不会用到 用一世都用不完 是呀 其实这种耶稣说过 是 这些不是最伟大的 所以我先有几集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我找到一万多千 或者普通 我们捐没什么作用 不是的 你是捐你的那些 就是会肉痛的那些 是 就是那种才是有 就是有 就是有升班的 我记得先过几集 我说过有一句 就是 就是 布施不一定是要钱的 你可以言语布施 你用要智慧布施 你用kindness来布施 都是很好的布施 没有钱 我可以帮其他人 教其他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布施 或者捐几百亿 你捐在那些 令到地球 还差 有什么不奇怪 是不是你捐去无国界医生 我不是批评 就是肯定 就是益了大药厂 是 是 亦有些人是沽名钓鱼捐钱 是 捐到癌症基金 是啊 是啊 那不是还死得多 是不是 鼓励多些人做化疗电疗 是 我有一次 很久以前 有一个外籍朋友 他寄了一封信给我 他就说 原来当时的UNICEF 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 就要求他捐钱 他说你捐多少钱呢 地球上有多少十分仔 就可以打到疫苗注射了 现在的地铁都经常有 经常这样 那这个朋友就说 他说 我一个朋友 认为 那个疫苗注射 其实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 我很乐意捐钱 帮这些小朋友 但如果帮十分仔打这些针 其实 是不是这么好呢 那 他就要求 联合国儿童基金 你可以给我一些资料 给我一些证据 证据我呢 是证实打疫苗注射 是真的帮到小朋友 有 有 那好了 接着呢 他就接收了一份资料 原来是一个香港大学的医学教育 某主任的 给他一个图表 给他看 这个图表 就是说 比如过去 60年 50年 过去 30年 50年 你看到 那个传染病的死亡率 就 30年前 开始打针了 是的 有了疫苗 就开始看到 那些传染病的死亡率 就一路一路地跌了 他给了这个图表 给他看 那些朋友给我看 我说 如果我将这个图表 伸展到后100年 你会看到 未曾打针的时候 其实死亡率 是不断地跌的 跌到90%左右 才开始打针的 好了 那我说 如果打针是有效的 那你会看到 跌率 会跌得更快的 是吧 他不会慢慢地 继续直线的 应该有一个 很sharp的drop 那你先证实 那些打针 虽然 过去 未有打针出现 那些人的死亡率 已经改善到90% 已经减了90% 但我看图表 我说你根本看不出 打针之后 那个下跌率是快了的 就是根本上 我这些全染病的 所谓受控制 消失 其实和我打针无关 全染病之后 所谓受控制 是我们公共卫生设施 是我们那个抽水马桶 可以说抽水马桶 在医学界 是最大的贡献 是那个 他扳了个奖 好像是 皇室 他们最近有个 表决 认为 在医学界最大的贡献 其实他会发现 抽水马桶 是 即是水喉脑 水喉脑 可能排第二 第三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时候 我们看表面的资料 是看不到真相 很多时候 给我们有一种 错 一种谋误 这些问题 我又想再补充 好了 算了 又用回联合国 或者无国家医生 那些说法 你既然说那些药物 那些疫苗那么有限 你就直接找疫苗公司捐出来 就可以了 为何要拿我们的真金白银 又要给他买 是的 很奇怪 很奇怪 为何要你赚大钱 你们的疫苗公司 不能做善事 我们就要做善事 我做生意 为什么我又不能赚钱呢 而且你做什么生意也好 你的生意的利润 和药厂的利润 是差一大绝的 不是 那叫他们赚少五成 你就捐回五成出来 你说到这么有效 因为药厂 是全世界利润最高的 好像 Return on investment 好像大概成16-17% 很多这些慈善 最大的 最大的捐款两种 一个是疫苗 另外是外资病 外资病的药物 如果说到这么威猛的药物 如果说到这么威猛的药物 不要他就死了 算了 用回你那一套 那你就用这些做外资病药物 那些捐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成股很便宜 成股很便宜 那索性 再算了 又算了 买完你这家银 买完你那个 那个专利权花多少钱 买完又算了 这样买完 大量生产 你这么厉害了 你说到药物这么威猛 很有趣 这些慈善的活动 有时候你觉得很可耻 我们看到的现象 你刚才也提及了 我们中国人整个经验 很少钱财务过不了三代 负不过三代 负不过三代 我记得有一次 在某份报纸也看到 他比较香港 新加坡和台湾 都是中国社会 我们发现 台湾和新加坡 华人社会 那些财富 那些华人的财富 是过三代 是多过香港人 原来他在台湾或新加坡 很多财富是在工业或事业方面 真的有些工厂 有些实业 反而很多香港那些 是炒金的 炒银的 你刚才也提到 赌博赌博 其实香港人不用再开赌场 香港整个社会 大部分是喜欢 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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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整个社会 钱财的运作 已经是大赌博 你不用再开赌场 大部分人是靠赌 政府又乐得见 大赌场 政府亦有 赌 大量赌荣和中产加急出现 是很紧急的事情 公业革命之后才有 社会学之父 Marks Weber 出的一本书 这是一个经典 《The Rights of Capitalism and Protestant Ethics》 清教徒基督教的教义和智本住的兴起是有很大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天主教有人犯罪 你去告诫 给钱给教会就可以负罪了 但是基督教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面对神 你怎样才知道神对你有恩惠呢 你要成功 事业成功 学业成功 做人成功的时候 你又知道主对你有恩惠 用这个方法证明自己是主是方向的 I am in grace 事业成功你赚到大两千米 所以财富的积聚变成一种自我安慰 是一种差不多是一种很可以握住的东西 现在香港是什么样子 你怕退休没有钱 你一大够钱的时候你就会很安心 现在那个人变成大量积聚财富 积聚财富就没有事了 那发觉原来是不是的 你看看公女士这个案例就是了 你积聚了那么多财富的时候 反而是早点死又很不安乐又很积驳 我觉得挺大的奏座来的 上天最大的奏座就是让你有得看没得洗 大把钱没有健康 那一下这一下 我认为你都见得多 看你那些人 怕很多都挺有迷的 你没有健康 只有个体字很惨的 贬爵是千国时代的一个神医 贬爵曾经说有六种人是医不好的 其中一种就是众财不众生的那些 当然其实香港很多时候 不是说有钱去拼命去看医生 就要看你哪一种的医疗对你有帮助 香港很多时候在医疗是用一种不适当的 对他这些问题根本是没什么真真正的帮助的医疗 用了很多很多钱 在美国都看到大部分人的财富 是他临死的那十个月左右用了很大笔的 很多人都是辛辛苦苦做一世 就打算是有钱去拼命 结果就将他一生的储数恭喜给医生 哎呀真的 Dotter 我想龚如心这件事 就是说了 施治山河会 是吗 孙兄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这个世界最糟糕的两件事 如果你在美国 你不要病 一病就 破产 在香港你不要打官司 他两人都做齊 哈哈哈哈 OK好了 我们休息片刻再继续跟大家谈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猜测 接着怎么呢 它这么大笔的遗产 是不是 又没有什么很明确 这笔钱会怎么用 有些传闻说 它已经打算捐给中国一个基金 全盘捐了 如果它真的这么做 可以这么说 它会是全世界捐款最多的第三位 好像第一位 第一第二都是美国人 彪姬和虎臣不飞臣 是啦 卖到他了 如果他真的虎臣 但是你还没死之后 没死之后 没死之后 我经常想觉得 我们过去的经验 我应该从中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 那些人钱多 而没有一个 在他身前没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不是说死好遺图那么简单 很多时候会引起后代争执 其实我自己都看见很多 在我们这一代 已经很多 我们上一代已经很多过世 已经开始出现了 很多子女 无论教育如何高也好 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欠身家就欠到九十六年 没说去到那么多 一般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们用我们宗教上的指引 比如圣经说 我们可以用我们十分之一的能力 是富裕出来的 当然 我觉得 神都不一定说 你将他 共庆给教会 让教会 建多些大教堂 其实我们可以用在 我们 如何将地球 将我们的社会去改善 往往我看到 第一代 如果有能力 赚那么多钱的人 我觉得是比较聪明一点的 反而到下一代 再下一代 很可能智慧方面 没有上一代那么好的 所以 如果上一代 所谓比较有能力 能幹一点的人 可以将他的财富 只是用到十分之一出来 在他在身的时候 是善用这些财富 捐到一些真是有意义的 我们其实上一几集都有提及 我们应该是 慈善应该做到 是令到我们的人 不需要再接受慈善 这就是真是达到慈善的目的 如果我们地球上 很多人不断要靠人家救济 才能够生存 其实这个问题 就未解决 而且越做越大 是的 我们发现很多 这些慈善基金 越做越大 有很大的企业 其实就全盘失败 真正有效的慈善 就应该令到 越来越少人 要倚靠这些慈善 才能够过日子 好似很多人都说 如果你给了一条鱼 给那个人吃 他只能吃一餐 但你教他如何捉鱼 他一生都可以吃 但很可惜 很多人 譬如 就算不是这么有钱 你知道每一个月 有很多这些 又联合研弘基金 又岩征基金 又败金 又败金 那些 会扮你 寄你 捐一捐一捐 几个水一个月 就行了 这些他当时应该有一个 有经理人帮他做 他不会理 他不会理 而且那些钱怎么用呢 其实我们真的很少人知道 我不知道 世界上有什么基金 持战金金 真正确 把全盘数清清晰晰晰 表列出来 他怎么用快些钱 多少钱 多少% 用在行政费 我说当少加拿大的经验 给你告诉你 加拿大有很多 考纳名目 要找你捐钱 加拿大人 已经觉得 很疼 大家都想到 一个方法 好 有人问 我已经捐给 United Way 我已经捐给 United Way 这个是一个总结的 你去向他们申请 你不要再烦我了 我已经 我的金额的budget 已经用完了 你向他们申请就可以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自己本身 我捐过 他不知道什么 你收钱 一看他就知道他是道友 你捐给他之后 他就将你的名字到处卖 所有人就来找你了 香港也是这样 我相信 很多都是 我经常收到 而且 你也知道 一、三、五、二、四、六 是有卖期的 我经常 他一起来 我看他有一次 前两个星期 什么支援 什么极度贫困的人 什么极度 那些极度 那个叫什么 弱子 不是啊 那些贫穷 极度贫穷 赤贫 赤贫 支援赤贫 我香港赤贫 为什么你不叫他去拿出门 我支援你没用 大哥 他都赤贫 我来香港 你好像在侮辱香港人 我说你这样 我已经给了税 税里面已经给了他们 那你叫他去申请就可以了 我交了税就可以了 我扣住他 我不让他走 你一撩我 我是好心的 我解释给他听 我说你也是好心的 所以你做义工 你只想帮助他 那你叫他去申请继援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这样 是吧 我捐完拢了 捐二十元给你 算很多 每个都是入一两元 但是 如果真的有很多赤贫 他说是呀 很多赤贫 我说香港 那这个是政府问题 不如跟他搞一下 跟他申请纵援就可以了 他走不了 好了 那 今天我看临出来的时候 在电视台那里 有些新闻报道 拳来原来都在报章 都有很多说 最近 关于香港 即大陆的游客 在香港 受骗得很厉害 那我想看看 这个整件事 其实是很久了 这个问题 不是现在才出现 冰封三尺 非日之寒 其实他受骗下去 只是那两间 红磡 是吧 因为我记得 我大概有 有一次 我就坐的士去西贡 都比较详情 那那个的士司机 原来他说 他以前是做那些 驾游客巴士 在这段大概 原来半个小时里面 他说了很多很多 他当时的经验 他给我印象 他说 根本整个旅游士 是一个大片局 那他当时他怎样呢 他说 他经常想起来 他说 当时很多台湾游客 即是老兵 来到香港 那他在旅游的 那些旅游 就常常把那些 押得很厉害的 就是他乘不处缩 打算回去大陆 好好的过日子 都结果被人压了 他说他有一种手法 他说很多这方面的 他说很多时候 某个游客 譬如你来香港 他时间不会给你长 因为如果你时间长 你就有机会去 去shop around 所以他通常是很短的 短短时间够 于是他带你去买 买买买买买买 但他也都 因为始终香港地方小 他那时候 我带你去买东西 他可能要去隔壁店 已经看到价钱 很多时候他临走 他就不会再出现 他找个同事 就来送他们的机器 意思之外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同事有点急事 我代替他送他们的机器 其实整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知道 如果游客 有机会去看到 其他商店的真正价钱 他们一定会吵 所以他们通常 就是用这些手法 大家听到 其实这个问题 是很久的历史 为什么会是靠物者天堂 我又不明白 香港购物者天堂 这个是香港始终 有机会去其他国家 没有收税 没有收税 香港始终的商品方面 是比较多的 也可以这样说 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们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进入这些黑店 被人大斩一筆 但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类问题 是很久的历史 于是有人批评 为什么消费者委员会 香港有消费者委员会 这么久都没有什么做 没有什么做到 这不是现在的事 反而要到中央电台 做一个突出 半个小时突出 是否被人投诉 是否被人投诉 其实是有的 这个问题 他不理 总之他就是这样 那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为什么不理 就是消费者委员会 这个这么严重的问题 这么打击香港声语 没有什么去做 现在他逐步 反而我们知道 消费者委员会 过去一两年多年里 是不断打击 做自然医疗的人士 按摩 触步按摩 这些这样 根本从来没有人 被人受骗 或者死人受伤 不一定来打击他们 反而这些 一割就十二万 这这么严重的事情 一直都没什么 没什么做什么 好了 到底这个问题 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还有有什么可以做 可以改善 他是不是因为 有个旅游业议会呢 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回到香港 不是很久 我听很多人说 你回到中国大陆 有很多邻团费的 大陆旅游 他们是靠带你去那里 买东西 那里也是这样赚钱的 在大陆来说 在大陆来说 这个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 是这样的生活一部分 在大陆呢 就因为 你投诉是没有用的 你投诉任何地方 差不多是 大家 他们已经有类体 你投诉是没有用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香港这里 能够做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 就可以赢过大陆 因为现在 就是很多人 用大陆做事的方式 加在现在我们香港身上 又用灵团化 做出这些东西 也是这样做法的时候 好了 我们可以借做这样的事件和危机 去找到一些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譬如街市 很多人验床 你只要放一个公榜 去买东西之后再去床一床的时候 你验不到的 这个香港有没有做呢 香港也想过这个问题 消费者委員会应该做 可以这么简单做这个东西 他说这些是海关做的 你退我我退你 街市厄积 我以前都经常听到 海关做 街市厄积 解决方法 就整个公共榜 但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敢去想 没有人敢去做呢 我不明白 有 有没有这些东西 有 有榜 我说游客被骗了 我是游客 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标 我怀疑的时候 我可以拿去一个有公信力的地方 来评估的 不用离开香港之后才做 不需要 这个有公信力的地方 你可以由所有商户承担的 这个费用 是很少钱的 你就很高身请一批人来 是啊 是啊 就算你很高身请一批人来 都是值得的 最主要 那两间所谓的黑店 一向都存在了很久 是行内都知道 就算不是行内 我们都知道 我们经过红盒 都知道这些黑店 但是为什么会可以 我就不明白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消委会 又会不做 又不是没有投诉 是这两间的 旅游业议会 可能你看看它的构造 是根本全部都是旅游业界 就是那些所谓的黑民之马 有份的 是的 这个问题就在那里了 是的 问题就在那里了 很容易解决 你自己自律 那就整个会 他们自律不到的时候 应该有人去帮他们 立定一个行规 我经常说 很多问题都是行内人 和所谓的专家 制造出来 如果我们能够 在这个事件里面 建立一个更加好的形象的时候 国内那些什么城市 上海 北京 是永远追不到的 他们做不到这件事 有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劣根城 都是麻烦的 就是 它有两种团 我的理解 一种就是零团废 你不用多花钱就去香港 是啊 是啊 可能收你 去澳门 七天游 可能收你五百元 你想想都知道 香港的生活指数这么高 五百元 还要包你飞机票 你拿着羊毛出在 那些游客的心态是什么 我只是想去买东西 你叫我去买东西 你叫我去买东西 我去买东西 还是他不知道 你把他们的黑店去买 这个也有这样的看法 第二 第二种 第二种 它都是零团废 什么零团废呢 比如你在上海 你都要付三几千元 但是 那些国内旅游 卖给香港 我不管你 低着就行 我卖个团给你 嗯 有些人没有工作 做生意 行了 不用的了 你不用给我们旅行社 你给客人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这样的零团废 就是说 国内旅行社 卖了个团给你 我不用给钱 我赚了那三千五元 现在这个情况下 那个消费者 都不知道自己 入了零团废 不知道的 这个情况下是不是真的这样 是 这个可能性存在 绝对存在 所以就是零团废 零团废有两种 两种 第一种 在国内接的时候 你只需要给几个水 玩澳门 去海龙公园 你自己去香港 去海龙公园 一家三戒去 很厉害 五六九 五个水 怎么搞错 坐飞机都不行 是啊 住一晚都不行 吃几餐 还要包你这么多餐 不居你 就是这种一种 第二种就是 旅行社是收了你的团废 是收了你几千元团废 不过他卖了团废 那时候 香港接那个 就零团废 那就在柳山里 隔了 但是我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去又没有什么问题 去制造 我们都去旅行 我们都跟团废 那时候 去到加拿大 为什么我们又没有问题 去台湾又没有问题 我们都买东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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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呢 日本就没有人去投诉 不是 那不是没有 这些我相信是一样的 不是 你投诉是很少很多 你去日本会不会呢 是 我这里看到很有趣的 你去外国的那些 参加外国的那些旅游团 它不会这么便宜 他真的是在团废里赚了你 就是他认为做不到 今天是做不到 不是认为做不到 今天是买机名也不行 大哥 是做不到的 有一次我们公司的同事 我们就打算 不如新年到我们公司搞一个旅游团 打算看报纸 有些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夜间公园 有几个地方 那么 那时间不会太久 两三天 很便宜的 就是不知几百元 那好吧 不如我们足够人 是不是 有二十多人 不如 包团 一问之下 那价钱就不是这样 是 起码多出两三倍 那我问 为什么 是吧 原因很简单 我们就想去那些地方玩 我们就不会 不想去那些 那些 买东西的地方 浪费了 因为你不去买东西的地方 他就说 那个价钱就 立刻就不同了 多出两三倍 那这个是很公道的 那就是 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整个旅游界 整个旅游事业 就是一个 一个骗人的旅游 来的 那这个司机 他以前做了很多年 駕駛的旅游巴士 他说这个问题 已经说了很久 很多时候 你去公司投诉 公司的铺面 那个名字 经常会变的 还有 有时候 这个伙计就做经理 接着下次 这个经理 就做伙计 他经常是 所以 就是 比较先进的 国家 那些 就没有这回事 譬如日本那些 他不会带你去买东西的 他不是用这种手法去 去扮旅游事 因为他卖个团 卖了给个灵团 他不知道 这个又是 这个是 不留商人的经商手法 这个很有趣 旅游这个行业 这个事业 应该是我们开开心心 去看地方 但大部分人 就是被人做水雨 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情况 我相信这个问题 一定不是香港 我又知道怎么解释 就是 就是 好像中国人特别喜欢买东西 外国游客 就比较上来说 他可能没那么多钱买东西 没那么喜欢买东西 他们很多时候去旅游 真是看地方 当地的风土民情 很多时候 他们不是来购买 很多东西他们不是买不到吗 他们都买得到 他们买很多东西 我发现美国的东西 有时候觉得很开玩 12万来买一只标 我都不是 他们存了很多钱 据我所知 他也是不信不过国内的那些 是信不过 你不自己来不 有时候 他有钱少了些花 有时候作为一个游客 你自己都要懂得分 陶杰前几天写了一篇东西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假的 是 是 假的 那连这里都假的 连脑子都假的 是的 他说这么笨X 你八万元 你都看看那些牌子是什么 你买Low努力士 你懂的 那你都不会买假的 努力X 努力X 努力什么 他只是改了一个字 意大利名标 就以为真是意大利 这么笨 你有钱 就是没有sense 就是 通常来说 这些是新发财 你可以说 没有sense 某个程度上 为什么大陆人 这么容易被香港欺骗呢 还有一个情况下 他相信香港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法治的社会 是一个很文明的社会 可能那个戒心会死 我们可以做到 在这些字眼里 如果你买数码机 一定不会像在国内那样 外壳 外壳 外壳没到别人 肉 你一打开原来是玩具 真的开不了就开不了机 是 亿卡那些全部都打 在外国 你香港不会这样 有些人就说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但是 有很多人看你的时候 不是看你的错误的地方 是看你怎样改正那个错误 如果你改正得好的时候 他会回来尊重你 好了 我们有没有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想到 什么可以具体解决到 有时 就是可能 假设风暴 不是 假设风暴 因为他容易做 因为他即时做到 你说那些游客 的时间很少 因为这个司机分析了 他们那个 在香港的闹来时间 短到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件事 很密 特意是这样做的 现在这个是什么时代 他又不放你自由活动时代 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你走了回去的时候 你都可以利用那些 新科技 将那些投诉 注得回来 是不是 不是说 以前 你走了就不能回来 我不知道 如果你给我做游客 那个导游 那样的 我就马上招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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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招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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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游客 好像一个人 不要了 影响到香港的声誉 我们不投诉 是这样的 很明显不是 不是 不是 你明明 我知道 这一宗当然不是 先前有一宗是 回到西藏 东谷西藏 那些 那些 我们很爱香港 真是的 那些可能是 那些人不是拿自己的照片指着你去买东西 你试试惡 有时候这么笨 看到那些 在车里拍摄那些 那些是乡客人 那些是乡客人 那些乡客人 对乡客人 就是不是说 乡客人 不要和人去旅行 那些乡客人 又想去 说实际上 我们这么多县里 都经常出游乡 其实 我们做阳谷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都数过很多次了 那我记得 有一次 我们去越南 那街 就带我们 去做那些越南的旗 那些衣服 做得很快的 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去这一区,因为这一区是贵的游客区,你就不要在这里做,我介绍另外一个地方做,结果我们有时间就去了那一区,发现那区做的事是三分之一,游客带我们去做的那些衣服,我相信是不是旅游事业真的那么黑暗的呢,就好像这个的士司机,他做了很多十年的巴士,那个驾巴旅游巴士的人, 他根本分清楚是一个这么黑暗的东西,不是,就是一句说完,出来玩就求开心的,如果我做羊股做得开心的都没什么所谓,就是说你不要给我一些假东西,还有你也有sense去分,你有权不买,但是他一说到,你买不下车就没有饭吃的嘛,这样的嘛,这个当然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大陆人,你知道我们祖国的同胞哭打的嘛,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买, 所以这个的士司机才会告诉我,他就是这样,很短时间,很快就有时间去买东西,不幸如果发现给你外面,他有机会比较价钱,知道了真实价钱,他送你那天,他就会找另一个同事的,就是他用这种方式的,不是,我明白的,他现在直接说,我不买东西就哭打嘛,没有饭吃的嘛,没有饭吃的嘛,没有房主嘛,你做游客怎么做到这样, 你试一下有个人这样跟我说啊,好啦,这个问题是这么普遍性的,你要我自己坐飞机回香港,我自己玩,不在意啦,反而我自己的经验,在外国旅游,我去欧洲、法国,不是香港那些,你自己去那边自己玩,其实真的很少的,不是,香港人发生这些事是比较少的,就算他带你去那里,是人都知道是会高的,但是他没有逼你买的嘛, 他要欠你买的嘛,但现在不是嘛,又哭打又成的嘛,他现在是全部都哭打的嘛,那你不买呢,他又说没饭吃,又没有酒店住,烤他买,大佬说没钱怎么烤的,我不明白了,好啦,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呢,真的,这个是怎么解决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呢,当然有很多人呢,要靠一些游客, 还有呢,就是作为一个旅游业,那些,就是,双方面啦,你旅游业介自己呢,就是你做生意,赚钱是对的,但是呢,就是,就是,就是你不要鸽得人这么深咯,但是这些很难的啦,有得鸽就鸽啦,他想着。 不过当那个行业那些人不能够自立的时候,应该会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将他discipline呢, 好啦,你看回,这个集资好像快舟,我在机上下机的时候就看到这份东西,那他也都讲这个问题啦,那他就,就是大家都知道呢,那个根源是哪些,根源就是,就是很多这些旅游市那些人呢,是没有什么真真正正的心潮的,就是他是差不多是, 是,是要靠这些这样的外快,才能够赚到钱的,他根本没有底薪的,或者底薪小到呢,根本是一个象征式的,那所以他们建议日子一定从,就做根源入手啦,那他这位作者呢,叫做黄大邦,那他说呢,他建议呢,就,应该立法,用法律,禁止呢,带游客呢,去一些定点,来到购买,就是呢, 那如果,那个,那个,那导游呢,就不可以,指定些人去哪些买东西,那样,或者 即使用人去哪些买东西,那样,那这样,要用法律的手法,那他,那怎么做道友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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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说反正游客呢,身手上有钱,不愁没地方去购物, 无需旅行卸费衣,作,为作配合,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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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说呢, 又要立法 禁止道友向旅客兜售物品 很流行的 你去什么地方 他帮你代买一些东西 用法例 用立法的手法 入境的旅行团 是口岸 先要看短片 要了解有关规定和权益 让香港人作为一个消费者 有这样的权益 你就有这样的法例存在 你看到香港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往往都是以为是用法律的手法去解决 即使你看到法律越来越複杂 越来越多 我有个提议就是 下法就像妓女红灯区那样 有些游客的时候 你想光顾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去这一区里面的商店 就是没问题的了 那你那个道友带你去 你可以不去其他地方 我要去那一区里面的商店 去做去卖东西 那就搞出了问题 我就觉得这样看 可能要做羊股 他做了很多 不是的 一个社会都是要这样发展的了 没办法的了 就是要被人割一下 以后学精了 就是等于我们去旅行 就是你试一下态度不好一些 我马上去态度你了 就是我这样的 那他们不会态度不好 他现在态度不好 又说不准饭吃又吃 这个是低层次 是的 那他叫你买你有权不买的 你自己滚割 大佬12万你都买 劳力士也不用这么贵 是吧 没有这些 就是一般来说 我自己 我做了很多羊股 做了很多羊股 我做了这么多羊股之后 才能学到东西 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在一般的教育里面 就是一般的传媒 就是没有在教育那方面做 就是我想我想提出来 其实我们很多问题 不是用立法可以解决的 我记得在17世纪 有一位注写英伦法例的 一位法学家 他说其实我们如果法例越多 其实公正越少 我觉得真真正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真是由教育那里 真正正一个教育 来解决给你听 这个真正的现象是这样 也没有免费午餐 旅游事业的运作是这样 这个是事实来的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我们教育 在通识教育里面 是教育我们 是不是 就不是说 当我们的傻子不懂事 就要用法律来保护我们 我们希望香港人在这方面要小心 就是不要 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自己去旅行是没问题的 可能国内你知道 怎么都十几亿人 想着有排队 就是这样而已 好的 好了 那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再继续跟大家聊天 好